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您是否注意到,我们身边受忧郁症困扰的人们已经越来越多, 忧郁症已经成为我们每个人不得不要关心的议题。 《忧郁症重生之歌》这本书是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和资商师爱德华·威尔切所写,中文版由美国基督使者协会出版。 第五章 上帝体恤你的痛 多数忧郁症患者带有自相矛盾的观点 你厌恶忧郁症的孤独感,却逃避人群 你渴望帮助,却又不听劝 你相信有上帝,却又觉得自己像个无神论者 既然有关上帝的矛盾看法可说是最重要的 让我们来优先解释这些看法 你会发现,各种苦难都会触及这个议题 你一定听说过这个说法 散冰坑中没有无神论者 在极度危急的时刻 许多从来不曾思考过信仰的人 会突然十分谦卑地祷告 背诵主祷文 一起诗篇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就好像这些话老早登陆于每个人的基因中 然而 即使困难很快消失 他们对上帝的思维也会瞬间消声灭迹 战士们继续踏上征途 连一句感恩的话都没有 更别提长期的信仰了 但是如果战士持续 困境不变呢 这些卑微的恳求 或许还谈不上是愤怒 但是至少会转会转为莽撞的质疑 他们会说 上帝啊 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 我哪里冒犯你了 苦难会使人不断地对上帝产生质疑 这是安逸所远远不及的 当困境持续施压 你或许会意识到 作为一名无神论者的自相矛盾 当你被逼着做选择 你会说 上帝的确存在 但你却越来越感到孤独落寞 难处越大 你的孤立感也越趋强烈 你会想 如果上帝真的存在 我还真感觉不到呢 即使对那些信仰清楚的人 他们会一直附送 在忧郁的最深处 我毫无信仰 一位诊治忧郁症病人多年的 法国精神科医师观察到 所有的忧郁症患者 都是郁闷不乐 思想极端的无神论者 无论你在生活中 对此矛盾看法的主张 偏向哪一边 信主或不信主 忧郁症使人对上帝产生怀疑 这在任何长期的苦难中 都是无法避免的 许多研究谈到 忧郁症患者有扭曲的思考 有不正确的思考形式 但是在困境中 在他们的属灵挣扎 质疑与实用的无神论中 他们触及重要的议题 生命最终的根基在于上帝 不管你对他是挥舞紧握的双拳 认为上帝的存在 遥不可及 又毫不相干 亦或认为 自己必受上帝的审判 而来到他面前畏惧战斗 真相就是 人生的根本问题 与人心的基本课题 就是上帝 人生若不是认识上帝 就是逃避上帝 这是最根本的归属问题 在苦难中 你要相信谁 你要敬拜谁呢 让我们再次思考约伯 超乎寻常的苦难 与生命中最大的损失 立刻把约伯 带到一个根本的问题上 当苦难成为生命的常态 他仍然信靠敬拜上帝吗 约伯的回答 一点都不含糊 当他痛失所有儿女时 他仍然俯伏在地警拜 并做出经告世人的宣誓 赏赐的是耶和华 收回的也是耶和华 耶和华的名 是应当称颂的 约伯纪一章二十一节 换作是你 大概不会想要 服服在地敬拜吧 麻木 痛苦 与敬拜之间 似乎找不到交集 但你至少可以想一想 上帝是谁 在忧郁时刻 你既需要思考这个课题 却又对上帝敬而远之 我们需要好好想想 因为所有苦难 都会导向对上帝的 特质加以质疑 但此时 你又想要躲避上帝 因为没有人会 自然而然地去寻求上帝 苦难让上帝显得更加疏离 更加冷漠 当你思考上帝时 你会发现 你对自己 以及对上帝的想法 都有谬误 换言之 你可能认为 自己对上帝 已经穷尽所知 或是一切你想明白的 都已明白了 然而 你并没有 如果你抗拒认识上帝的努力 你大概是对上帝 怀有怒气 在这种情形下 你就更有理由 思考他是谁 上帝邀请愤怒的人前来 要叫他们 有这些惊奇的发现 第一个惊奇 耶稣和我们 同受苦难 我们有时候 会在耶稣和父神之间 做出奇怪的切割 父神 总是对我们的过犯 比较严格 比较挑剔 耶稣 总是 仁慈 善于原谅 然而 独一的真神 就是三位一体 而他选择在耶稣身上 充分显现上帝的本体 耶稣就是上帝 对自己的总结 他是上帝荣耀所发的光辉 是上帝本体的真相 希伯来书一章三节 耶稣是上帝的位格 向人最精致的体现 在耶稣身上 你可以找出各种奇妙之处 其中一项是 他与我们同受苦难 如果你自创一个宗教体系 大概不会依照一个 把自己变成和所造之人 相像的上帝 但上帝不止道成肉身 与所造之人相像 他还甘心乐意 承受痛苦死亡的磨难 好让他的子民免于一死 即使是熟读圣经的男男女女 也无法预料 上帝会是如此亲近 他们从未猜透 那位弥赛亚 上帝自己 竟会选择 以这种方式承受苦难 如果你以为上帝遥不可及 莫不关心 这就是他令人惊奇的显现 自从上帝创造天地以来 他明白你的苦难 他宣告自己道成肉身 与世人同在 这也表示 我们得以共享他的世界 上帝不是一位既疏离 又默不关心的假神 在非洲一所医院中 一位贫困的老妇人 走向一位方才见证过 一场死亡的牧师 你知道 他抓着牧师的手臂说 经历过失去许多亲友 经历过无数悲伤 主教会我一件事 耶稣基督不是到人世 来取走我们的伤痛与苦难 而是来与我们共同承担苦难 光是圣经中的某一章节 所记载的某一天所发生的事情 就揭示了耶稣承担我们苦难的深度 例如马可福音十四章 祭祀长和经学家用计谋逮捕并杀害耶稣 犹大同意为赏金出卖耶稣 耶稣预言 有一位门徒将不认他 耶稣预言 其他门徒都将离弃他 宗教领袖动手逮捕耶稣 有人对他吐口水 有人用拳头打他 直到他几乎因受鞭打致死 这是在他受辱被钉十字架之前所发生的事 然而是上帝定义将耶稣压伤 使他受苦 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十节 从此耶稣教训他们说 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 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 并且被杀 过三天复活 马可福音八章三十一节 万有因他而有 借他而造的那位 为了要带领许多的儿子进入荣耀里 使救他们的元首 急着受苦而得到成全 本是合适的西波来书二章十节 耶稣被称为多受痛苦之人 参考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三节 他被欺压 受苦受藐视 被人厌弃 甚至叫人转头不看他的面容 耶稣的这些事情你都知道 然而 现在你自己也饱藏痛苦 知道有人竟然自愿意间承担如此剧烈的痛楚 应该会让你感到震惊吧 受苦之人通常更能够体谅其他受苦之人 作为一名受苦者 你应该明白耶稣的痛苦 同样的 耶稣真的明白你所受的苦 我们从他的叹息中可以得知 当耶稣治愈一名龙子时 他望着天深深叹了一口气 参考瓦可福音七章三十四节 耶稣看见周遭之人所受的苦难 就于心不忍 直到今日 这位复活的主 仍继续为我们的苦难 而哀痛 马丁路德说 光凭实价就足以证明我们的神学 实价之上 上帝自己担当了苦难与审判 仔细观看 你会看见一只无辜的羔羊被宰杀 因此 神学家很快就注意到 发生在上帝所造的罪人身上的事 不管这些事情有多么悲惨 都远远不如发生在上帝的儿子身上的事情残酷 罪大恶极 你如何回应 你注意过吗 当你与某些承受比我们更大痛苦的人同在时 我们的痛苦似乎显得不再那么沉重剧烈 就好像另一个人的苦难 能够让我们暂时从自己的苦难中解脱出来 耶稣受难 的确能够振奋我们 让我们破茧而出 十字架告诉我们 生活并不容易 如果耶稣服侍众人 我们也要服侍 如果耶稣受苦 我们也要经历艰难 没有仆人大过自己的主人 不过 事情并不总是如表象一般 苦难是通往 荣耀的必经之路 那带种流泪出去的 必要欢欢乐乐地带河捆回来 诗篇126篇6节 苦难有其目的 苦难会改变我们 让我们越来越像耶稣 当耶稣呼召某人时 他邀请这个人前来受死 但这种死亡并非故事的结局 当有人和你遭受相同的苦难时 他们在你开口之前就已经了解你了 他们甚至可以详细描述出你的痛苦 耶稣受过最大的苦难 他明白我们的苦难 第二个惊奇 上帝满有恩惠 有丰富赏赐 每当我们想起耶稣曾与我们一同受苦 毫无意义的 我们也会去怜悯那些受苦之人 然而 当我们听见有关上帝良善 又赐丰盛恩典的信息时 很容易提出抗议 对你而言 此时此刻 似乎只有除去忧郁 才能显现上帝的恩惠与丰富赏赐 特别当这种恩惠 乃是出自全能的创造主 如果他解除你的痛苦 你就信 否则你仍存疑虑 不过你要牢记自己已经明白的是 第一 耶稣受苦 而耶稣是父神的独生爱子 当我们承受着 看似永无止境的痛苦时 很难相信上帝还会爱我们 但耶稣受苦 证明这种状况的确成立 这并不代表我们能够了解 这幕后的大智慧 尽管如此 短暂的苦难与上帝的慈爱 两者可以并存 其次 上帝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 为我们众人舍了 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 白白地赐给我们吗 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 耿古至今 唯一能够完全说服我们 相信上帝大有恩惠 且乐于赏赐的证据 就是十字架的 鸿恩大爱 对一位愿意做出这种 质大牺牲的人 我们没有什么好争辩的 如果有人为了救你 而牺牲他的独生爱子 你一定不会怀疑 这个人的爱 除非是淡忘了 如此昂贵的牺牲 或是挫败促使我们怀疑 我们需要的只是一点提醒 上帝说 如果我都已经为你 舍了我的爱子 你难道认为 我现在会另于付出 对爱有所保留吗 当孩子想要一样东西 却得不到时 他们很难相信父母 真的爱他们 毕竟对孩子而言 有什么比满足欲望 更棒的事呢 但是 父母所认识的爱 更为细腻 他们知道满足孩子的愿望 不一定对孩子有益 有时 孩子需要吃青花菜 有时 即使孩子的朋友 还在外头玩耍 但是 早早上床 对孩子有益 不过 在这种时候 想让孩子相信你爱他们 却没那么容易 你能做的 不过就是提醒他们 你爱他们 孩子 你知道我爱你 我为你的好处着想 我知道我现在的行为 可能有点不尽人情 但你可以仔细思考一下 你知道我绝对不会对你残酷 我爱你 你必须相信这点 尽管你现在可能不以为然 上帝大有恩惠 有丰富的赏赐 他不另于付出 他命令他的子民 不要贪图非分之想 否则 就是否定上帝的丰盛赏赐 他不会在你被琢磨成器 以前对你置之不理 魔鬼才会让你这么认为 相反的 上帝说 你要大大张口 我就给你充满 诗篇八十一篇十节下 他邀请我们接受丰盛的宴席 他对我们的要求不过是 要我们怀着饥渴沐浴的心 空手赴宴 参考以赛亚书五书五章一到三节 我这样说不具任何宗教企图 不是为了收懒人心 如果你感到过于悲惨 以至于无法赞叹上帝的恩惠 与丰盛赏赐 听听清教徒威廉·库珀 怎么说 作为上帝的儿女 却对她的恩典 毫无自觉 有冠冕之分 却感觉被幽禁于地牢深处 这是有可能 我的目的 只在于以真理提醒你 而你的职责 只在于系 参考约翰福音六章二十九节 开启重生之路 亲爱的朋友 你对这些想法有何回应 注意自己的反应是冷漠 心情矛盾 抱一线希望 还是敌对 你觉得这些讨论 说得天花乱坠 但你所想的 只是把坏的车修好 你的回应是什么 从这些回应中 可让我们看到 什么样的你 是不是一名 不能共患难的朋友 欢乐时光 信靠上帝 但在患难时刻 就渐躯怀疑 如果果真如此 那我就要欢迎你加入罪人的行列 从圣巴索身上 尼撒的贵格力主教 对他的信仰评论为 双重兼顾 一方面要接受喜乐 一方面也要接受苦难 此刻 你必须与忧郁症患者身上 常有的消极倾向奋战 不要坐以待毙 以免那些负面信念 灌注到你的心中 要寻求主 圣经保证 上帝会将他自己 越加显示给那些寻求他的人 读一读圣经那些伟大的祈祷文 如以佛所书 第一章十七到二十三节 三章十四到十九节 让他们成为你自己的祈祷吧 谢谢收听 基督使者协会 新媒体事工福音资源 以上是忧郁症重生之歌 本书由 美国基督使者协会出版 欢迎打电话 800-624-3504订购 请搜索《使者》杂志 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获取更多免费资源 请搜索基督使者协会 关注我们的YouTube和Facebook账号 欢迎大家转载并注明出处 本书文字版权归基督使者协会所有 语音书版权 由基督使者协会 与FlintVision共同所有 感谢观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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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订阅明镜